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MED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我们这节课 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代码编写部分 那上节课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main screen连接中的一些函数与定义的一些对象等等 那么这里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这个编写 那么回顾我们之前PPT中说的内容 这个数学建模的过程中间有这么一个Q矩阵 那么这个Q矩阵当然是我们这个还是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整个Flappyboard AI中涉及到的Q矩阵 以及其他一些参数我们该如何的定义 这里而且我们这里引漏了一个延迟更新的这么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先把延迟更新的这部分的代码写一写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由于我们引用了这个延迟更新的这个机制 所以我们需要定义一个MState 我们记录当前的这个座标 Vertical Distance 那么初始化呢我们都把它初始化为0 后面 Horizon Distance 这个也是0 那么我们除了记录当前的这个状态所处的座标 我们还要记录上一个状态的这么一个座标 MState 我们标记一个Dash 和它上一个状态不太一样 这里我们直接把这块复制过来就行了 初始化都是初始化为0 那么在后面程序的更新过程中 我们会对象做一些修改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MState.dash 我们记录上一个状态的这个座标 那么MState的记录这个状态的座标 我们更新的时候就可以在QG正中找到对应的位置 那么确定的还进行更新 那么这个Action to perform 这个由于引入了一个延迟更新的机制 那么第一步这个选择什么状态 他说的选择什么动作去做 那么这个过程就没有 所以我这里我们需要手工的去指定 人为的去指定这么一个操作 第一步 第一次的这个episode 这么一个过程中 我们直接执行Do Nothing 这里我们之前的课程中也给大家说过了 我们定义两个状态 两个动作 状态不止两个 我们只定义两个动作 一个是Do Nothing 一个是Click 点击或者什么都不做 那么之前还给大家说到过 我们选取这个鸟 右下角这么一个点 作为一个参考点 那么整个这个鸟这个体积它比较大 它这么有一个像素点 这个概念 当然我们如果太精确的话 整个QG正会变得非常庞大 所以我们设定一个Resolution 一个分辨率 这个分辨率的意思是 把游戏中的这个像素点 多少个实为我们这里认为的一个点 这样的话 其实区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可以把我们的QG正的规模变小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定义成四 就是圆这个游戏中四个像素点 在我们这里 我们都把它看成是一个 定义完这个Resolution之后 还有我们这个QG正这个更新的公式 Q函数更新的公式 Alpha以及Gamma Alpha的话 我们把它定义成0.7 这个参数的设置 大家可以自己去试验一下 以后方便自己调 那么Gamma的话 这里我们为了加快这个游戏的训练速度 Gamma这里就不设置了 我们默认为E 后面我们直接写在公式里面就可以了 那么定义完这些基本参数之后 还有一个QG正的这么一个范围 从我们定义了一个坐标圆点 以及那个X轴和Y轴 这个X轴和Y轴 那么都有一个横向和水平 横向垂直的这么一个范围距离 我们定义一个Vertical Vertical-Dist Range byNG 那么我们定义这个范围在-350到19之间 这个Vertical是垂直的 大家可以想想这个 把我们定义的这么一个坐标 垂直的水平的 那么在垂直这个范围内的话 那它只有这个 它当然有正有V了 水平的这里我们可以定义为正 这里我前面的这个PPT中 我们把这个坐标圆往这儿画的 实际上你可以把这个X轴往这边延伸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写程序的过程中 我们当然为了简化这个过程 我们就不要写太多的复数 HorizonListRange 那么这个范围呢 我们在0到180 我们把那个X轴的方向指向左边 那我们定义完了这些基本参入之后 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没有定义那就是Q矩症 Q矩症的话 这里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 initialize这么一个过程中 我们来定义这么一个Q矩症 首先这个Q矩症的话 它也是一个矩症嘛 我们在加入script中 把它定义成一个array this.q等于newarray 那么定义完这个 把它 this.q等于newarray之后 我们需要定义这个Q的大小 它有多长多高 这个Q矩症中每一个元素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我们需要用一个循环来定义一下 那么这里我们写个循环 for varray varray this 这是一个 我们用它去便利整个 vertical 垂直距离上的所有的这个坐标 varray this 小于 括号 this vertical distance range 1 减去 vertical dist range 0 解完之后呢 因为这个 其实这个 vertical distance range 那这个插数也不是我下编的 这两个 这两个这些值的都是 可以去看这个游戏的其他部分的圆码 你得到它这个像素点 其实是像素点的这么一个定义 那么由于我们定义了这个resolution 那四个看成一个 那除一个4 那什么时候 那么 当它小于这个的时候 vertical list ++ 这个需要大家有一点这个 你稍微有点这个变成圆的基础 大概就知道破循环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 在这个当中我们每一个元素 distance qu v v r t 搞 v v list 等于 new ary 那为什么我们把这样一个素点定义 ary呢 注意 这个q呢 它是一个矩阵 它q矩阵的话 那么其实它 这里ary的话只是把它定义成一个数字 那么矩阵的话是一个二维的 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 把这个 这个ary中每一个元素都定义成 也定义成一个ary的话 那么实际上 整个这么一个数字就变成一个二维的数字 二维的数字的话 那其实就是一个矩阵 所以是这样 当然 在这里定义完了之后 我们还要把这个 真正的元素要填充在这个矩阵中 在这个数字中 所以我们写第二个循环 好 定义完了这个垂直的 我们定义水平了 horizon dist 初始的字也是0 那么当这个 horizon dist小于 括号 dist 那么这里和上面一样 也是 两个这个范围的 两个边界相减 再出一个resolution 那么 那么 就是range horizon range 1 减去 this 点 horizon dist range 0 同样我们这里出一个4 4 那么 这里后面还是和前面一样 dist 加加 那么我们之前在这个pd中也说了啊 大家再来回顾一下 在这个q 矩正中啊 我们每一个矩正中这个元素它其实存的是click or not click 那么换做我们这个代码里面我们把它写成这个click do nothing 其实就是click 和not click 好 那么这里 this 点 q vert vertical distance 以及这个horizon distance 这里我们把它定义成 定义成一个对象嘛 对象中啊 有两个key value 其中一个key是click 把它只定义为零 另外一个是do nothing 把它定义成 也把它定义成零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一个q矩正的数字化就做完了 啊 我们首先把这个q变成一个 定义它为一个数字 那么在这个数字中它每一个元素又是一个数字 啊 这样的话q就变成了一个二五数字 其实也就是一个q矩正 那么我们对这个q矩正中的每一个元素水平呢 啊垂直的水平呢 啊中间每一个 矩正中都填充这样一个对象 那就是跟这个啊 我们pc中讲的 这么一个东西相吻合了 那么后面的过程呢 就是要去啊 写程序去更新这个q矩正 让它这个click和do nothing 啊 变大会儿变得更小 这样的话便与我们这个小鸟去决策 那么做完这个数字化之后 好我们后面在这个啊 这些函数都不需要关系 reset和什么的 那么我们主要要做修改的部分 在这个这个函数中 那么做完这个确诊出实话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写个程序来输出它 比如说我们 这里 啊我们这里用那个 架式规定中输入到这个控制台的这么一个程序 concel点log this 点 q 啊 那么我们想这个语句之后 那么每次一出实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啊 出证大概是有什么形态 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我们点一下这个游戏 哎 首先这个游戏卡在这儿了 我们看一下错误 43号 我们看一下 43号 我这个错误 哦这里 我们漏起了一个this 啊它找不到这个 Verticalthis的run 再加个this点 我们就能找到 把这个游戏刷新一下 再来看 那这个时候它已经把 qgs输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qgs的一些内部啊 这是二位输入 所以要点两下 我可以看到中 中间每一个元素 click donate thing 这个初识化的时候都变成了0 那么我们这个整个初识化这个过程 就讲到这里了 这个包括一些基本的参数的怎么定义 和qgs的初识化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那下节课我们用这个q函数 来更新这么一个qgs 这个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